中国各地的语言 你都能听得懂吗 这啥子响 他说啥子 他喊呀 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译 带来了哪些文化的融合 柠檬 油墨 巧克力 塔 像东变成了塔 像东变成了塔味 什么样的问题难到了学员 这个答位都不行 这个音乐太紧张了 快乐汉语带你领略语言的魅力 上次快乐 快乐学汉语 欢迎大家来到快乐汉语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韩佳 这边呢 就是我们六位活泼可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两位导师 我们的传道导师赵东梅老师 欢迎您 我们的解惑导师萨苏老师 欢迎您 好的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 成语接龙都玩过吗 都玩过 都知道吧 玩过 对 谁先开始 我们来试一下 自高奋勇的 郭敏良你开始 这个 朝勤暮处 这有点难度 所以我不用担心接 我来 处 处处 来着 处处动人 处处动人 我猜一下 人 对我知道 人民大学 对 人高马大 人高马大 都不错 大快人心 心 心至苦快 快乐汉语 不是 其实还有一个 坏人坏语 坏人坏语 都不错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字 是什么呢 成语 成语 快 快了汉语 那语 是快 是语 对 语言的语 今天我们的主题字呢 就是语 其实我们到中国来 都是学语言来的 好 那我们今天依然呢 是分成三个环节 最爱中国字 汉语知识大比拼 还有汉语轻松用 首先呢 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最爱中国字 最爱中国字环节规则 本环节为必答题 共识到选择题 学员举牌回答 五秒内作答 答对每题得十分 答错不扣分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我们看一下第一题 成语 这个形容言词诚恳 情意深长 请把它补充完整 来 请作答 全部选C 好聪明 好聪明哦 来 一块说出来 这个成语是 语重心长 语重心长 这个经常老师在教导这个学生 父母在教导孩子的时候 经常是语重心长 好的 每位同学加十分 语就是我们说的话 话是没有重量的 对吧 那么我们说语重实际上呢 就是说他说的话很有分量 那么心长呢 这指的是替你考虑的比较周远 考虑的事情比较长远 那么怎么大家都会答对呢 我估计他们到中国以后 没少被老师语重心长地叫脑头 是 来 我们看第二题 诚语 这个形容一句话就击中要害 请问这个字的正确读音是什么 请作答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赶紧呢 我就跟着你 怎么念 语语重地 语语重地 好的 每一位同学加十分 好 这要接受请我们的老师 给我们讲一下 萨索老师 语语重地 这个地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靶子的意思 就是说你说的那句话 简直就像是一只剑 啪 一下子就射中了靶子一样 正好点到了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一下子把问题的 最关键的地方给点破了 就叫一语重地 就是要看一看 好的 来 我们看下一题 以汉字造字法六书来讲 语字属于哪一种造字法 请作答 有选A 有选B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行声字 好 除了艾卡和乐明梁 其他同学加十分 确实是行声字 言是表它的意的 这是它的意旁 然后那个五表它的音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字现在念语 对吧 语和无 其实我们今天听起来 这个音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中古音里 就古代古音里边 语和无 其实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所以它是一个行声字 好 来 我们再看第四题 请将成语 留言什么语补充满整 第一个字认识吗 不认识 应该念飞 因为后面两个也念飞 又开始懵 而且里面还有飞 还有虫 来 请作答 有选A 有选B 正确单 前面四位同学 每位同学加十分 邓老师 连续语的飞呢 它是谎言的意思 同时它也有呢 就是不准确的 这样的意思 你看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不可能是后面两种了 如果只是飞 那这个飞 就是C这个飞 它流字两个不相对 就形成了一个 不对称的这样一个语言 中国话说 这样说不美 那么B那个飞 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那个话 如果是这么飞着过来的 这是电子邮件 所以古代说 没有电子邮件 也不可能这个飞 再来看第五题 出家人不打什么语 中横线处 阴田的字式 出家人就是那个 猴像 猴像 是要结婚的人 还是离家出走的人 猴像 那你就是出家人 来 请作答 有选A 有选B 艾德你为什么选A 因为是黄话嘛 不当黄语 因为出家的人 他当了和尚 所以他不应该说黄话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 误打误撞 选B的艾卡 欧冯锡和赛娜 每个人加十分 出家人就是指着 当时的和尚或者尼姑 他们因为呢 是要到庙里面去修行的 或者到外面去流浪的修行 所以他们不在家 就自称叫出家人 他们见到你都常常会说 哎呀 我不会骗你的 出家人不打狂语 原因呢是按照他们的戒律 里面不许说谎话 比如说还有一些吃的东西 有些东西不允许吃 狂在这里呢 表示错误的谎言 还有呢过分的话 那么这个呢 都是不允许出家人来说的 说明这个谎 其实它包含的这个意思 要比这个谎多 它包含的意思 要比谎要多 另外呢就是 我们中文里面 没有谎语这样的说法 你可以说谎言 但是没有谎语 好的 来 我们看第六题 成语窃窃私语中 窃字的部首是什么 部首 部首就是 部首 是电力查的那个 对 你查字点的时候 查字点的时候 来 准备 请作答 都错了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学字头 因为这个分三个部分 一个是上面 一个是左下 一个是右下 所以它肯定是 对 肯定是 一起的 上面那个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选择 光那个头不行 所以 那米良不能加分 其他同学 每个同学加十分 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由于激动气氛 或理亏等原因 而一时说不出话的现象 称为 我希望是塞那的塞 这个 请问这个字的正确读音 是什么 来 请选择 有选A 有选B 有选C 塞 塞 色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色 于色 除了那个艾卡和乐明良 其他东西都可以加十分 这个色就是堵住了嘛 对吧 你看 说话就不是那么顺畅 但这是个多音字 这个于色的色是个多音字 比如说平常我们提到 塞车的时候就用的是塞 这个字还可以读塞 塞就是指 比如说长城 那就是个边塞 语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说着说着忽然说不下去了 或者说就是表达上 出现了很艰难的这种状况 所以就叫做语色 好 来 我们看下一题 这个词语中 樱田的字是 这个 我真的不知道 选啥呀 什么口不语 我真的不知道啊 请作答 有选A 有选B 有选C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所以欧盟西和塞纳加十分 其他都不能加 为什么不是B 为什么不是B 首先减法的减字肯定不对 因为它跟那个 我们现在要说的事情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要说呢 这个简口不语之中所填字呢 实际上是跟书信有关系的 大家看我现在就给大家做了一封信 我要把这个信发出去 那么这个信叫什么 就叫做信签 是C 如果做完这个信封塞进去以后 接着我干嘛 我就要把这个口叫做签 我要给它封死 一封死了的话 这个信就好像是不会说话的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样就是要选A 才是正确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大叔老师还给这个演绎了一下 加深我们的印象 好 来我们看第九题 横先生不能填写的是 不能填写 什么言 什么语 不能填写的 看清楚 不能 来 请作答 有选A 有选B 有选C 我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我也知道 一岁有 一岁有的 三岩两语是有的 对 这个有的 然后少语言多语 少语言多语我也不知道 不是 不可能 一岩和语是少语点相近的字 你觉得如果选C的话就矛盾了 少言怎么多语 他们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听起来很奇怪 听起来很奇怪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这个判断是对的 所以刚才选C的是 艾卡 欧盟西和赛纳 这三位可以加十分 来 少叔老师 吃言片语就指的是 只是很零散的话 那么三言两语呢 指的是三言 就是说三句话 两语是说两句话 那么总的来说 都是很少的意思 那么少言多语就有问题了 因为言和语本来是一回事 欧盟西说得非常对 就是如果你又是少说话 又是多说话 那么这个就让人觉得很矛盾了 那我们这个环节 还有最后一道题了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词当中的 这个字的正确读音是什么 来 请选择 看一下正确答案 所以塞纳和艾德不能加分 其他同学都加十分 赵老师 确实这个地方是不以遇人 就是不告诉别人 当他做一个动词的时候 往往会发生读音的转变 就变成四声 好 那我们词道题结束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 现在的得分情况 欧盟西一百分 赛纳九十分 艾卡七十分 艾德六十分 思琪六十分 乐明良三十分 好 这只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是我们的基础知识部分 好的 那我们马上进入 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 汉语知识大比拼 汉语知识大比拼环节规则 本环节为抢答题 共十五道选择题 学员按抢答器回答 五秒内作答 答对每题得十分 答错靠十分 如果说你抢到了 但是你不敢保证自己是确定的 那你可以求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我们来看第一题 伦语收集的是 哪位思想家及其弟子的语录 谁都 谁都知道是吗 那就看你们抢了 不一定 准备 开始 艾卡 也是C 孔子 C 孔子 这个特别确定 看一下正确的案 好的 来 艾卡加十分 来 我们看第二题 吴农软语指的是中国哪个地区的方言 大概知道 准备 开始 欧孟希 吴农软语 反正不是山东 这个我能确定 山东不是吴农软语是吗 绝对不是 海纳也不是 确定 那再留 上海也不是 为什么 确定吗 上海话 一定也不 上海不是 山东不是 海南不是 那就辽宁和吉林了 你上海一点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看 上海 它是一定也不软 一点也不软 哪不软啊 那我去过上海不接到软 上海话吗 江苏上海 这个吴农软语 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知道的 这东北话呀 这辽宁吉林 咔咔咔咔 我们喝多了就说软了 哈哈哈哈 欧孟希扣十分 来 吴农软语 听听啊 哪个是吴农软语 一个是阿拉萨黑妮 一个是个哈呀 你觉得哪个软一点呢 哎呀妈呀 对 就是 这样哈 我看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 你们都哪人啊 海外 福建 福建也可以啊 给我们说两句福建话 这啥子声 啥 啥 他说我啥子 我也是听到这个 你说的是什么 你长得很漂亮 这个欧盟系爱听 再说好我们中国的普通话之外 如果你还要研究这个 中国语言的话 其实去学一学 这个方言也很有意思 而且有利用去了解 中国的很多各个地方 不同的文化 好的很 好 来 我们看下一题 成语 语焉不详的意思是 这个一定要强 这个一定要 一定要强 准备 开始 思琪 就是 说到了 但是说的不相信 不清楚 是吧 对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单 说到了 说到了 但说的不详细 不清楚 来 思琪 加十分 让我们接着看 下列带有语字的成语中 哪个语字的意思 和其他三个不同 开始 爱卡 爱卡 我想一下 C C 对 低声细语 语就是声音的意思 在这里 声音的意思 对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就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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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呀 所以爱卡要扣十分 我们还是要请赵老师 再跟我们说一下 不言不语 默默不语 低声细语 这个语都是动词 就是说话的意思 不说话 沉默着不说话 所以这些语都是动词说话 而千言万语的这个语 是说出来的话 前面是动词 后边这个地是名词 区别在这儿 词性不一样 好 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随着文化的交流 成语的来源更加广泛 请问下列成语 哪个是来源于 外国的预言故事 成语一般都是我们中国 很多这个流传下来的故事 我觉得观众这个也不知道 观众这个也不知道 你可以抢来 然后考考观众 不是 他们最起码知道 三个来自于中国的 他们就可以判断 哎 你好聪明哦 准备 开始 来 观众 谢谢 辛苦了啊 来 观众朋友们选一下 我觉得是戏 对 我也觉得是戏 我觉得是戏 火中取票 火中取什么取票 不是取票 财 财票 你先推让观众选 因为火车站取票嘛 好的 来 我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选择 C 你就相信观众的了是吧 C 因为就是火车站取票 就是火车站取票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火中取栗 欧洲西加持分 有请大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这个栗子跟票还是区别挺大的 火中取例最开始来自于法国的童话 讲的是一个猴子和一个猫 猴子想吃那个栗子 但是栗子呢是放在火里面的 要烤一烤才能够把它烤熟嘛 那么猴子就不想自己动手 就忽悠那个猫去替它取 然后猫就替它取出来了 还把自己的毛也烧了 就栗子却被猴子拿走吃掉了 所以呢 就是替别人去做事 然后呢 去这种危险的地方 来替别人获得利益 就被称为火中取栗 好的 来 我们再来看第六题 马大姐是个爽快人 一向什么 根据据意 横线处应填入 什么词最合适 我知道 爽快人 我知道 开始 这是 欧蒙熙 啊 C 坏人坏语 这个刚才说过了 很简单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很简单 对 欧蒙熙加几分 来 我们看下一题 请听音乐 就我们听一下 请问这首歌曲是用中国哪种方言演唱的 我们先来听一下 文字幕制作人 开始 来 乐明梁 我就猜是个粤语歌吧 粤语 粤语好像大家听了还比较多一点 而且粤语歌曲非常流行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粤语 哪里人说粤语 广东 来 乐明梁加十分 就是由于我们中国的语言很丰富 而且这个像比如粤语 粤语 香语 干语等等 它们都形成了自己的语气 以至于我要碰到人说粤语 比如刚才那歌我完全听不懂 这种情况下 在我们中国也是有听不懂方言 那么各位的国家里面 有没有这种现象 就是说你们同意国家的人说的话 你听不懂 当然了 当然 这边佛斯坦有136个民族 所以说语种也比较多 我觉得我的是更多 你们更多 250多个语言 50多个语言 250多个语言 250多个语言 真的 好的 来 我们接下来看题 下面四个句子中 哪一句没有语弊 这个我不讲 李明特别喜欢踢足球和羽毛球 阿Q正传的作者是鲁迅写的 香山的秋天是令人向往的地方 我们来到公园观赏美丽的风景 没有语弊 没有 是没有语弊的还是有语弊的 是有 开始 爱他 D D 对 我们来到了公园观赏美丽的分级观赏美丽 对 D 第一句你觉得算哪里 第一句他不可能踢羽毛球 对 不可能踢羽毛球 B 然后阿Q作者是鲁迅写的 作者不可能写的 对 写的就比较作者是鲁迅的 对 然后秋天不可能是向往的地方 不可能是地方 所以D是不是正确 来 我们看一下 对 没问题 爱卡加十分 来 我们看下一题 幼儿的早期教育从什么开始 根据巨异 应填入的词是哪个 切切私语 牙牙学语 男男自语 默默无语 给我机会 开始 默默熙 孩子学习的过程上会有什么 他们会刁牙 会掉牙 对 所以牙牙学语 就是刚开始学 他们先学会说话之后 才开始掉牙 对啊 那可能我掉得比较早 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牙牙学语 一看欧盟戏就是还没有养孩子 对 养孩子以后你就会知道 小孩一开始说话 都是牙牙牙牙的 所以这个时间是个象征词 小孩学话早期教育 不能从切切私语开始 因为切切私语 好像一般都是酝酿什么阴谋 那么男男自语是这样的 就是他不管别人说什么 他自己在这儿男男自语 因为默默无语就是这个不说话 所以这三个都肯定是错误的 而牙牙学语是正确的 欧盟戏加十分 来 我们看下一题 下列关于成语的说法 有错误的是哪一个 准备 开始 在那 我先自己想然后看看 肯定是不是D B或者C 那就问吧他们没事 对 我推荐你问 我觉得是B或者C的 你觉得是B或者是C 好 来 观众朋友们选一下 好 来我们看一下观众的选项 第一个肯定是B 肯定是观众选择的事 第一个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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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想起来了是成语有五个字 六个字有刚才还讲说的也是八个字 那就是D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塞纳加十分 幸亏 求助了一下观众朋友们 来 我们看第十一题 下列选项中 与成语 与无伦次意思 最为接近的是哪个 紧紧有条 颠三倒四 出口成章 头头是道 准备 好 开始 应该是颠三倒四 他没有轮次的话 就是没有顺序 没有条理 没有顺序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艾卡加十分 其他三个词都是包一词 都是挺好的 萨苏老师 轮和次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话 没有轮也没有次 轮呢 就是中国人特别重视的轮常 就是谁是爸爸 谁是儿子 谁是爷爷 谁是孙子 那这个事 中国人是一定要搞清楚 那么那个 次呢 则是次序 就是前后的次序 你看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 谁要是这个 去买什么东西不排队 一定很多人会指责他 你都不排队啊 是吧 那么这个次序也很重要 你说话的时候 既不讲究 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也没有前后的次序 那么这个一定是说得很乱 好的 来 我们看下一题 下面说法中 正确的是哪一项 A 改变成语中文字顺序 不会影响成语的意思 B 谚语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 总结出来的 都是科学的 C 谜语中谜底 有的字通常不出现在谜面上 D 先后语是由前后两部分组成的 使用时一定要同时使用 D 我觉得是C C 谜语中谜底 有的字通常不出现在谜面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加十分 这个D就是邂逅与 它有前后两部分组成 比如说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加起来的意思就是很完整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 你看这六个同学 他们都很厉害 他们用自己不同的方法来答题 就是八仙过海 我们可以不用后边那一部分 所以D就是说 它不一定要同时使用 另外还有那个谚语 比如说喜欢抽烟的人会说 饭后一只烟 晒过活神仙 但其实这明显就是不对的 它不是科学的 再有那个成语中的文字顺序 有的时候改变了 它其实是会把意思 整个就弄拧了 比如说是半功倍和 是背功半 这是完全拧着的两个意思 所以那个成语的文字顺序 其实是一般来说 是不能够随便地调动的 好 来 我们接着看题 喊十三题 下列这些词中 哪个是外来语 直接音译成汉语的 开始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加十分 还知道哪些 巧克力 巧克力 油墨 油墨 游墨 游墨 咖啡 摩卡 摩卡 扑克 扑克 好多字啊 我们现在都分不清楚 到底是从外面来的 还是我们自己自创的了 比如说有一个字 我问问大家 塔 它是 塔尔来的 这个卡 塔尔 对 因为塔呢和塔尔很像 但是现在语言学家认为呢 它最初这个词 应该是出现在印度的 然后出现在印度以后 向东传到中国变成了塔 向西传到欧洲变成了塔尔 好 来 我们再来看 下一题 以下诚语中 不含有消极色彩的是哪个 不含有消极色彩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重否定 开始 开卡 我为什么讲不着一个 我猜是A 但是我要利用一下 我的机会去会写观众 观众 问一下观众朋友们 不含有消极色彩 因为B的话 有冰有宠 也不太好 不太好 对 有宠有冰就不太好 来 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的选择 刚说了吧 妙语连珠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加十分 所以爱函现在是一百分 那个B应该不是那个夏虫不与兵 夏虫不与兵 对 就应该是符合了是吗 对 我觉得就 因为经常说这个夏虫的时候 就说夏虫不与兵 来 请教一下我们的萨苏老师 妙语连珠 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诗词里面想到的 大猪小猪落玉盘 其实是弹琵琶的时候 那个声音非常美妙 那么当你说的话 就像是连续的这样的珍珠 不断地掉到盘子里的时候 那个声音一样 那么一定会认为你说得非常漂亮 所以是这个不可能是消极的 夏虫与兵 刚才艾德说得非常好 他说一个夏虫不与兵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夏天那个虫子啊 你不要跟我谈冰雪这样的问题 你生在夏天的虫子 到秋天会死掉的 你根本就没见过冰 然后你跟我谈冰 你这不是很滑稽的一件事情吗 那么一语成衬 这个衬呢本身是 武人的时候呢 就是有的人会说一些话 这些话呢里面带有玄机 比如说在以前罗马的时候 有一个演说家 就每次演说最后一句话 罗马城一定要被烧掉的 这就是所谓的衬 这种话就是说 他认为一定会有什么事发生 结果后来罗马城果然被烧掉了 那么这样的事情呢 你们就是叫一语成诚 好 这一个环节还有最后一道题了 来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道题 雨不惊人死不休 这句话中的雨指的是什么 做报告 做诗文 做演讲 讲诡故事 准备 开始 爱卡 不能求助了 不要看他们了 等一下 雨不惊人死不休 雨不惊人 我在B和C之间在排话 但是演讲好像是最近的一些比较流行 诗文是很久以前就流行 所以应该是B B 你觉得演讲是现在才有的 对 那应该是古时候的一句话 是吧 所以应该配这个诗文 是这意思吗 是 确定 大家也不知道 问一下观众 就这样了 来 我开含正解答 做诗文 雨不惊人死不休 爱卡加十本 赵老师 这个爱卡确实猜得很准 这个是杜甫的诗 为人性辟单家具 雨不惊人死不休 就是杜甫说自己 这个人性格很古怪 他非常热爱家具 好的句子 所以他做诗文 就是一定要做出来那种 要出语 要惊人 要让别人能够感到惊喜 感到好 所以这个雨是做诗文 好 来 我们第二个环节全部结束了 那我们看看同学们的累积得分是多少 欧峰系120分 塞纳110分 艾卡110分 斯奇70分 艾德60分 乐明良50分 好的 那我们马上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环节 汉语轻松用 汉语轻松用环节规则 本环节从一道难共六档题 选手通过抢答器 强选不同分值的题目作答 学员有十秒钟思考时间 口头回答 答对获得相应分数 答错扣除相应分数 因为我们在选择这个分值的时候其实要动一动脑筋 来 首先我们要来抢一下这个分值 来 准备 开始 你们没有抢吗 没有抢 都没有抢 那我抢那个六十分的 六十分 大家都给你喝惨了 因为抢那个其他分数的就没洗了 没什么意思 对 没什么意思的 还不如来六十分的 来 我们看一下六十分的题 请根据下列条件猜出一个六字成语 六字成语 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说话前后衔接不上 我知道 达位都不行 这个达位都不行 你又知道了 塞纳都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个成语主要形容人思想混乱与无伦次 这个成语和驴唇不对马嘴的意思相近 其实真的不是太难 真的 这个 对 不太难 都是一个 但是我教号现在唱不起来 都是一个 这个音乐太紧张了 你知道 我相信你知道 你今天告诉我的这个成语 真的 真的 我以前告诉过你 对 对 你一直说呀 你一直说了这个成语 丁姐 不想了 真的 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天年不大后语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艾德 这个不应该啊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在你的这个水平里边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简单 艾德好可怜 你看我跟你说前后 闲戒不上 前后不搭 对吧 他也说过呀 他一直跟我说 我说话就是这个 但是这个确实是当局者迷 没事 没事 可能自己在答这条题的时候就想不起来了 所以只能扣60分 老师 那我只能一块呢 回到远点 回到远点 好 看看 好 来 其他同学 开始 来 赶紧凉 对对 挑战一个50分 挑战50 好 来 我们看一下50分的题 编不倒 干嘛笑啊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 没准就 太多了 请将下一些后语正确连线 就是牙不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水什么 水先不开花装蒜 那个秃子剪梳子 应该是没用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然后脚底什么什么什么 留得快 看一下正确答案 完全答对 好 加50分 好 超级 来 我们其他同学准备 满分 开始 艾卡 40分 如果你答对了 你很有可能会 我们就回家了 如果你答错了 完了 完了 来 我看一下40分的题 以下是唐代诗人王维的相思 这四句诗分别使用了四种语气 请将诗句和对应的语气相连线 我从我知道的开始吧 好 分了发几支应该是疑问句 疑问 然后死物最相思 反叹 应该是感叹 感叹死物最相思 C是那个祈祷的那个 骑士 骑士 愿君多彩鞋 是骑士 然后红豆是南国 应该是陈述句 陈述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非常好 好 加四十分 150分了 好 来 我们还有三位同学吧 来 开始 想到了 四起 四起 三十吧 三十 对 来 我们看一下三十分的题 从下列九宫阁里找出一个成语 来 九宫阁 我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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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谩言蜜语 谩言蜜语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好 加三十分 所以四起现在是一百分 还有两个题咯 来 开始 咱们 二十分 二十分 来 看一下二十分 谩言蜜语题 五个兄弟住在一起 名字不同 高矮不齐 高矮不齐是什么意思 他一个身体 身体器官 这是手呀 手 高矮不齐 名字不同 什么名字 大致 什么大致 木属 大致 直 直 直 中指 没有名字的直 不名直 不名直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手指 好 带大家二十分 所以还有一个十分提琴 我们记得 耶 这个我应该可以吧 他们两个人一直在耳语 剧中耳语的意思是 耳语 意思就是我们正在做 我们现在在做的 我偷偷地告诉你的话 我都听到了 所以 所以意思就是 他们两个人特别近 然后不像让别人听到 然后就是轻轻地在那说话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说悄悄话 安静的 让别人听不见的 算你说对吧 来 加十分 所以三个环节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得分情况 艾卡一百五十分 欧盟系一百三十分 塞纳一百三十分 乐明良一百分 思琪一百分 艾德回到原点 好 来 所以我们今天的冠军得主 是我们的艾卡 好的 这个是我们节目组送给艾卡的 来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一本成语词典 好的 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我们两位导师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